独猎人李梅的身份遭到怀疑,装疯卖傻另有原因,网友不简单独猎人,现在也正在热播,很多悬疑让观众深深被这部电视剧吸引,大家都知道徐征一般的角色都是喜剧啊, 但是在这个电视剧中扮演的确实大毒枭,让人看见了不一样的徐征,李梅是吕云飞的妻子,这个女人在剧中让人无法琢磨,一开始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去世以后伤心过度精神失常,而吕云飞作为一个卧底在第一级救生王,不少网友猜测吕云飞没有牺牲,而李梅的精神失常也是装的,李梅和吕云飞是夫妻,朝夕相处难道真的不知道吕云飞的一切吗? 这个也让不少网友猜测纷纷,李梅精神失常,但是就在吕云飞要看江一南给梦瑶档案的时候,李梅用脚压住,还一直书评这事秘密不能看,不能看,这个时候网友就猜测李梅已经恢复了意志,装疯卖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梦瑶,很多网友也被她的演技所迷惑,如果李梅是卧底,那为什么还要同意吕云飞和梦瑶呢? 难道这也是一种复仇凡人方式吗?也可能为了前进贩毒集团,更深入了解,看来李梅的身份真的是一个谜团吧?眼前的网友都看不出她的真实身份,看来李梅这个人不简单啊,独立人李梅的身份遭到怀疑,装疯卖傻另有原因,网友不简单。